我們就是告訴他們 一定要去告訴他們的所屬行業 新法施行了 大家要嚴格遵守法令的規定 沒有完成所謂的法定程序 就是按照原則來走 這也就是我們政府機關 告訴大家原則沒變 原則沒變 例外不會變成原則 所以總統證件絕對沒有票票 衛福部 衛福部他就說明 有關他們的醫療保健人員的部分 他們是不會讓他有8小時的彈性 衛福部的部分 他們已經盤檢出來了 所以等到3月1號之後 各行各業在輪班制的勞工 輪班制的勞工他在更換班制的時候 我們就要11個小時的 這個規定就上路了 保障勞工的健康 這部分今天就這樣子說 他們有提出來 因為他們的確有一些交通運輸是採用輪班制 他們的確有一些採用輪班制 那麼也有可能會有這種狀況 但是他提出來的狀況 目前我們還要再討論 還要再討論 我們希望真的是因為他的工作特性 或者特殊原因 我們要把它非常嚴格的再檢視出來 這次會是因為問題